以色列在过去24小时 一口气轰炸了真主党300个目标物 空袭范围不断地扩大 那么当中也包含了金融机构 真主党稍早也证实 有部分成员遭到火捉 另外贝鲁特一家医院的地下碉堡 疑似也成为了真主党的据点 在里头藏匿了大量的现金跟黄金 黎巴嫩南部枪跑神四起 以色列第一巴巴庄甲驴 在战车掩护下停进建筑内细细搜索 虽然这里的敌人换成真主党不是哈马斯 但以军作战手法没有太大的差别 都得耐着性子确保废弃的房屋 没有武装分子藏匿 以色列杀敌不手软 过去24小时又袭击了300个真主党目标 贝鲁特南郊地带一整夜火光四起 这次甚至有医院附近遭到空袭 酿成死伤 不过以色列强调这波攻击 大多锁定真主党藏匿的金库 这些据点要不是藏身在民宅内 就是藏在医院底下 以军还秀出动画示意图 指控贝鲁特以南的萨赫尔医院地底 设有一个真主党已故领袖下令 打造的神秘碉堡 这个碉堡不止应有近有估计还藏有至少5亿美元的黄金和钞票 以军密切监控医院的同时 叙利亚也传来爆炸声 原来是真主党汇款部门负责人现身当地 结果遭以军瞄准击毙 以色列对真主党金流来源 辽若执掌 还制作动画解说筹钱方式 以色列 把这些金流相关的高层列入暗杀名单 真主党财务长卡希尔证实已在10月初被击毙 伊朗短时间想运钱给小老弟恐怕更困难 以军短短一天陆续炸毁 有真主党金库支撑的卡德哈桑协会 附近居民又被迫逃离家园 不料战火之下却出现黎巴嫩警察驱赶自己人 理由是这些民众违法占有私有建筑当妻生之所 黎巴嫩人开始抱怨其他的阿拉伯国家像是伪君子 漠视加萨和黎巴嫩的惨况 事实上加萨地区状况更惨 北加萨接连被轰 不过以色列强调有开启安全通道 供民众撤离 伊哈战争打了一年多不见平息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又展开第11次的中东行 布林肯先前几次的斡旋 总是无功而返 现在又面临哈马斯群龙无首 想停火也不容易 因为以色列极右派人士仇恨感加深 也喊出要在加萨打造新的囤肯区 他们认为去年10月7号的血腥突袭后 巴勒斯坦人就没资格待在加萨 当中也有以色列议员支持这种言论 以巴之间的仇恨不见缓解 反而越险越深 有新闻送不到 至于在乌尔战争 眼看美国在允诺新一波的军援 俄罗斯加大攻击力道 连续两天都出动无人机攻击基辅 尤其在21号深夜 一口气是出动了116架的无人机 乌东地区也再次爆发激烈的巷战 显示俄罗斯正在加速向西推进 乌克兰东部克里弗洛的警察 正协助民众撤离到安全地带 突然远处有同事大喊叫他们快逃 今天巨响爆发 好不容易躲进避难处后 又有第二次 第三次爆炸传出 过去三天当地就像这样 遭俄罗斯炮弹连环轰炸 还造成一位警察殉职 不止克里弗洛 往北一点的哈尔科夫 和首都基辅也分别遭俄军的导引炸弹 以及116架无人机攻击 尽管大部分都遭防空系统击落 但漏网之余还是造成不少伤害 乌军以牙还牙 在哈尔科夫往卢干斯克方向的战线上 乌克兰第三突击旅 也用无人机轰炸当地一个被俄军占领的村庄 有俄军战俘被抓到后 反倒是松了一口气 对还想顽强抵抗的敌人 乌军也不会手下留情 从背后朝敌军战壕 展开激烈枪战 就算挂踩 手也不能停止扣扳机 但往那边走 在盾内刺客的乌军 已经陷入被围困的窘境 过去几周 俄军包围多个城镇 迫使里面的乌军陆续撤离 最新一场攻防战 围绕在战前 人口有两万多的赛利多维 俄罗斯军事布洛克声称 俄军加大攻打赛利多维力道 镇上已经开始进行巷战 在巴赫姆特的纽约镇 亚素营士兵利用128毫米大炮 猛烈反击 一边还要避免被俄军发现 他们的发射地 在前线门亚要加热心的 还有加热热心的 军部队 现在是文浅西变 就怕无人放在息 现在 война 本身之后 随着随着 随着海士兵利用 在军区 我们的艦队 已经不慌疑 之后 他们的疗势 我们的阻礼波 找出名单 亚重阻加上 我们来的 几个人这一个 还有另一项 的州 的民族 無二雙方都在比誰的無人機 能夠更快摧毀對方大炮 週一 俄軍又對札布羅熱 發射彈道飛彈 造成至少一死十四傷 同時 烏軍繼續在俄羅斯本土的 庫斯克轟炸俄軍 用的就是美國的布萊德利戰車 與艾布蘭坦克 而且很快 美國又要送來軍援大禮包 美國大選只剩兩週 川普陣營對軍援烏克蘭似乎不太支持 週一造訪基辅的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 趕緊為烏克蘭打一劑強心針 承諾美國國會 會對烏克蘭達成跨黨派的新援助 不過專家表示 如果不想讓烏俄戰爭越拖越久 就該讓烏克蘭有能力攻擊俄國境內的後勤和空軍基地 逼俄軍上談判桌才有可能停火 TVBS新聞綜合報導 那未來有可能出現亞洲版的北約嗎 這是日本新任首相石破茂所提出的構想 見此要恫嚇的是中國大陸 俄羅斯還有北韓逐漸增強的核武實力 而且不排斥跟任何國家合作 但對此美國目前已經明確地表態拒絕 軍機軍艦替海警撐腰 並分多路圍堵台灣 中共聯合力艦演習 艦艦其實不單指向我國 邀請60多國官員變相立威 除了巴基斯坦 新加坡 哈薩克等亞洲國家 英國 加拿大 南非 阿根廷等國 駐中武官也獲邀出席 美日兩國被排除不讓人意外 原因之一 恐怕是將集體防衛念頭掛在嘴邊 因為2022年 烏克蘭戰爭爆發之後 整個國際局勢是產生質變 中俄關係越走越近 然後俄朝關係 俄羅斯跟北韓的關係越來越近 然後再加上說 這個中東也有伊朗 這個美國的盟友政策或盟友秩序 基本上是從冷戰時期一直延續到現在 那石破茂認為說 這個已經不符合現在的國際局勢的變化 所以他才主張以美日同盟為中心 來做過去的福州模式 日本新任首相石破茂 競選期間曾向美國智庫哈德遜研究所 反覆提及亞洲版北約 更以今日烏克蘭明日亞洲 當作指成論點 外界推估構想是拉攏日本的準同盟關係國 包括印太地區以外的英法加拿大 重點在於攜手對中嚇阻 那當然有這種講法是說 他為了吸引保守派的這個選票 對可是其實你實際上去看 這個所謂的自民黨內部的右派或保守派 對這個亞洲北約並不青睞 其實還是認為當時安倍在2006年提出來的印太戰略 是相對一個比較具體可行 惠貝質疑是政治口號 即應上任後的公開演說態度一轉 東協峰會 明明是石破莫的外交手秀 卻指保守的支持現行做法 而國內的觀點不僅防衛大臣中古猿 在北約國防部長會議上 明確表示不延續討論 外務大臣言無異更主張現階段 難以建立共同防禦義務的新框架 第一個是國內的輿論壓力 因為畢竟日本國內不希望 透過建成所謂的北約的亞洲版 造成區域的更加的緊張 此外因爲美國的因素 因為美國馬上在11月5號 開始進行總統大選 所以美國這個部分 他也現在這個局勢 還沒有明朗之前 美國也沒有做太多的一個表態 自行人都不停了 更難號召臨近國家 放棄向前看 只為了同仇敵愧 北約憲章第五條 就是等於其中對其中一個國家 造成威脅 就等於視同對全體的攻擊 可是目前我們在亞洲看起來 除了日韓還有菲律賓跟泰國 跟美國有所謂的 共同防禦條約之外 其他國家並沒有 時空背景不像1949年 歐洲各國視蘇聯 為巨大而直接的共同威脅 除非中共武力攻台 讓周圍國家 基於迫切的安全壓力 仿效瑞典或芬蘭 響應集體安全 如果菲律賓跟中國發生紛爭 即便到了軍事衝突的話 日本會想要出兵去幫助菲律賓嗎 這個要打個問號 如果是中日之間有所謂的軍事衝突的話 韓國會出兵去幫助日本嗎 這要打個問號 而且集體自衛權的一大前提 是不需等待自家政府授權 就能主動參戰 日本國憲法第九條 基本上是放棄戰爭 作為國家主權行為 所以你要形成 根據聯合國憲章第51條 要形成這種集體的安全機制的話 那日本首先必須要面對的 當然就是修憲的問題 當前的日韓非紐澳 平均對中貿易占比 動輒超過20% 東南亞各國的數字也相去不遠 加上過去有過東約的失敗案例 當年成員國現在連觀望都興趣缺缺 美方也不願意在國際衝突 頻頻發生之際 領增風險 說真的 如果說他一定要成立這個時候 那就顯得意見 就是會把中國跟整個亞洲 做一個對面的所謂的刺激中國 來造成所謂的 他們的中國的反撲 那中國反撲可能就會聯合北韓 或者是俄羅斯 來共同進行反二次 不論合縱或連橫 某程度上都算選邊靠攏 大國角力勝負難料 各國面對形勢同盟 還有利益 難免各有盤算 TVB新聞 鄭盛偉 羅斯鳳 葉甫 談不到 而美國的通膨好不容易降溫 卻恐怕在房市捲土重來 因為房地產庫存仍吃緊 新30年期房貸利率 又比上個月高出了0.53個百分點 這顯示聯準會降息 未能使借貸成本下降 因此房市供需依舊是不平衡 萬聖節到了美國紐約 湯普金斯廣場公園 這變裝派對的人類不是唯一主角 不管是電影哈利波特的cosplay 還是致敬小小兵的造型 大家要精心裝扮 更要砸錢替毛小孩打扮 萬聖節來了 花錢季節也來了 高達七成的美國家庭 願意為萬聖節傳統掏錢 糖果巧克力 裝飾 變裝道具 必不可少 物價還在高點 美國人照樣買 但是更精打細算 哪里有折扣就去哪裡 美國即將迎來年底的折扣促銷 搶先登場的萬聖節消費 就是景氣的晴雨表 明明通膨率都已經回落到2.4% 連整會也開始降息了 消費者掏錢卻掏得很克制 全美零售聯盟NRF 趕緊跳出來信心喊話 根據NRF的樂觀預估 今年美國節慶的銷售額上看 9890億美元 比去年增加大概3.5% 網購銷售也有9%的成長空間 但是民眾不敢花錢的真正原因 其實是家庭負債太多 就算是通膨已經緩解 過去高物價時代欠的債 也不會自動消失 大多數美國人的想法都跟來賓一樣 信用卡刷爆只要還得出來有差嗎 但是高估自身能力的也不少 28%的卡奴去年節慶替親友買的禮物欠下的卡債 到現在都還沒有還清 今年大人就是沒錢消費 經濟到底是好不好 問問擦鞋匠就知道 看看全美國生活最貴的舊金山 搭帳篷露宿街頭的遊民還是沒變少 就是因為住房成本居高不下 新陳屋太少 供不應求 買不起房子的人就繼續租屋 推高了租金 再加上工資營建成本高 建商蓋屋的意願很低 這是全美國都有的難題 根據估算美國前20大城的房價 今年6月的年增率還有6.4% 遠高於通膨 若是不考慮通膨的話 自1974年以來 房價及足足翻了一倍以上 住房危機的另外一個難題 就是高利率高房貸 現在美國幻屋族要靠 可轉讓房貸來解套 美國主流是30年期固定利率的房貸 以前買房子的利率只有3% 現在升息後的新貸款要7% 而可轉讓房貸就是讓新買家 直接承接賣家的低利率舊房貸 不過前屋主已經絞輕的房貸 還有房產增值的差價 買家還是要負擔 但這讓有意換屋的人 比較願意賣房子 也有助於減緩供需不均 這次美國大選選民最在乎的是 誰能讓他們買得起房子 若是住房危機惡化 通膨恐怕還會死灰覆燃 提供陳宗布导 所以想要買房子 在多數國家還是困難重重 央行限貸令也讓購物族鬧嫌荒 廉政中心最新信貸資料顯示 目前台灣有170萬人被信貸 而且借貸金額高達了1.2兆 尤其是在30歲以下的小資族 利率最高 還款壓力最大 徐先生幾年前買房 央行升息後 每個月多出來的房貸 一年都可以多飛日本兩次 當時購買的時候 我的利率最低是1.31 然後到目前已經到2.188了 對 那當時的話 因為我大概是貸500萬 然後30年去計算 所以當時月還款 大概落在1萬7左右 那目前大概是1萬9千多 將近2萬 所以每個月增加大概是2千多 那一年12個月就是大概2萬4 徐先生沒有還款的問題 然而對很多購物族來說 物價上漲加上升息 薪資又沒成長 多角的利息成為經濟壓力 最危險的一種情況是什麼 他本來現在就已經是在付快限期了 結果又遇到升息 第一他的月付金直接可能會增加一點點 可是他實際上的財務壓力 會來自於未來兩年三年 快限期到了之後 他馬上就是要本地攤 如果夫妻雙方或者是購物 他一個人的經濟財力 沒有辦法去負擔的話 他直接就會面臨到 他可能財務就會收支 就會直接失衡 不少購物族鬧錢荒 除了賣股換現金 還有不少人尋求信貸補缺口 不過其實信貸 因為他畢竟是一個屬於消費型的貸款 而且他要還款的期限也是比較短的 所以絕大部分的人都會是屬於小額借款 而且他其實也不是可以貸好貸賣 舉例來說 如果你的年收入是60萬的話 你每個月的月薪是5萬 以銀行他來估算的話 他大概會是有110萬左右的額度 但這個額度也不是你全部都能用 他還要去考慮到 你是不是過去有些信用卡啦 或者是之前還有學貸沒有付啦 銀行也會去衡量 你的月負債比不能大於7成 聯政中心資料顯示 目前有170萬人被信貸 借款金額高達1.2兆 其中男性生貸者的占比高達58.4% 女性則為41.6% 年齡不同 那他也會影響到他所貸的利率 舉例來說 如果是30歲以下的 平均看起來 他的利率都要8%以上 但隨著年紀的增長 我們看到說60歲以上的男性 他渴望可以貸到3點多%的 這樣子的利率 那主要也就是因為 信貸他主要是無擔保品的貸款 那因為他去衡量的是 包括你的年收入 或者是你的工作 所以年齡越大 在社會上的資歷 工作經驗更深 所以你償還貸款的能力 相對在銀行眼中是比較好的 另一方面 央行現代令 對於先買新房 後買舊房的換屋族 可能受到影響 儘管祭出鬆綁措施 仍被形容是只開小門縫 因為我最近是時候想要換屋 那要換屋的狀況下 其實從最早現代令 到後來的第七波的選擇 是信用管制 到上個禮拜開始政府有把他推出解套的措施 例如說他放鬆了 對於繼承的房產的這個部分的人他有解套 那對於換屋族而言 幫助並沒有那麼大的原因是因為有一個比較大的痛點是 我認為銀行的權力被無限的放大了 我們去跟銀行申請的過程當中 就算你遞交了 可是銀行有選擇性 什麼時候才能夠合你的劍這件事情 等於是你的排隊要排很久 銀行的放款的速度不像你想像中的快 銀行的放款的速度不像你想像中的快 可能放款給你 如果你沒有這樣子的一個信用條件的話 有可能第一你可能是找不到銀行願意貸款給你 原來的屋主就是賣給你的人 他願不願意等那麼久 搞不好我賣給你要等三個月 我賣另外一個人 下個月我就可以不開始拿到錢了 想買房缺資金還不一定借得到錢 面對高房價有多少無殼蝸牛放棄買房念頭 TVBS新聞陳又翔王會與台北採訪報導